整個產業結構都已經改變了 我相信院長非常清楚 尤其是我們的新創產業已經不同 所以在上個會期 在去年我們通過畢手林專章 針對新創產業 很多不合十一的法規有些鬆綁 所以我非常關心這一次 院長您在報告裡面提出來 振興經濟 改善產業結構 而唯一提出來要全面修正的是公司法 所以我這邊非常好奇 具體的修法方向到底是什麼 這部分是不是也許可以請李部長來做點說明 是 跟委員報告一下 在閉鎖行的法規適用之後 的確有160幾家公司適用這個法規 不過也有一些公司提出來說 這一部分的法規可以再進一步的放鬆 所以牽涉到譬如說股票面值 牽涉到人才培訓 牽涉到所有的這些整個 到底可以給多少技術股份等等 這些東西 甚至包含稅制等等 都放在這個公司法上面 修訂上面的討論當中 所以這一次整個包含的議題 非常的廣嘛 對不對 部長 所以您剛剛也提到 其中有一點 當然必須已經專張 目前的成效並不好 您剛剛提到到現在為止 大概只有 160幾家 這個比例是非常低的 佔所有設立登記的公司裡面 比例非常低 所以跟當初的預期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關於這一點 其實很多新創圈或產業界的朋友 他們提出來說 是不是有可能在必須已經專張裡面 我們這些已經被鬆綁的法規 在這一次修法裡面 能夠全盤適用到所有的股份有限公司 這個是不是一個修法的一個目標 這一次的商業法的修正 採取的是比較偏英媒體系的修正方法 所以它分四個小組 同時以這四個小組會在 廣增各地各方的意見 同時所有的意見都會放在網路上 那到底最後會不會納入專章 為什麼被納入或為什麼不被納入 都會在裡面做一個說明這樣子 所以部長 那這一次還有院長 我們這一次公司法通盤的修正 時程是什麼 什麼時間會有具體的一個修法建議出來 什麼時候會草案版本出來 什麼時候會送到立法院 具體的時程是什麼 我想這個是民眾非常關心的 跟教委員特別來說明一下 就是我們知道這種大修法 其實在很多國家的時間往往非常長 但我們已經是有要求經濟部 就是希望能夠在最短的時間 能夠把這個相關的部分能夠弄好 那所以 最短時間是多快 最短時間 我想我們是希望它應該是在明年的 可能是年中前後了 如果沒有記錯 希望能夠把這個 就是整個修法幫他能夠提出 修法曹完出來 送到立法院 明年年中的時候 但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是其實是經過一再壓縮的時間 因為根據別的國家的經驗 這樣一個大修法 其實要花非常多時間的 所以我們只是希望 我們國內能夠盡可能的 就是讓這些 其實這裡面有很多 是法學界的一些朋友 一起來幫忙 請他們盡量能夠把這個時間能夠壓縮 所以這是我們初步的規劃的時間 但是確定時間 可能不是我這邊講就算數 我還是要請他們的那個 主辦的那個同仁 給我一個具體的這個 所以院長我想 你剛剛提到初步規劃是明年中嘛 當然這個牽涉的範圍很廣 剛剛院長還有部長也提到了 這個很多的細節 需要在這次同盤檢討修法的時候 能夠一併解決 我想這個是不管是產官學或是產業界 其實非常希望能夠透過這一次的大修 一次讓我們很多不合時期法規一步到位 跟上國際的潮流與國際接軌 這是大家的期待 所以我也認同就是說院長剛剛提的 希望能夠在時程上面盡快 提出一個修法本本讓它通過 但是我想更重要 我更重視的是說在整個修法的過程中 怎麼樣能夠凝聚各方的共識 能夠讓各界的聲音都被聽到 所以這一部分有沒有可能 比如說新加坡他們的做法 的確他們在2014年通過公司法大修的時候 他們那時候組成一個修法委員會 成員非常的多元 另外他們將修法的建議跟資訊上網公開 而且他們那時候公開五個月 廣收各方的意見 最後將這個修法建議提出來 然後擬去修法的版本 所以這一部分我想過程怎麼樣能夠公開透明 院長能不能夠說明一下 跟教委員特別來說解釋一下 就是說其實經濟部我的了解他們做法 就是參考新加坡做法 只是新加坡時間非常長 我們覺得這個不能忍受 我們希望把它縮短 當然縮短有些地方也許做得不能夠像他們那麼好 但是您剛剛講的那個所謂的公開透明 其實我的了解他們現在已經在做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應該可以去看他的相關的網站 或說如果假設還有我們覺得不夠透明的地方 或不夠參與不夠多的地方 都請各界能夠給我們指教 我們都會希望經濟部能夠把它拉 院長 可是現在一般民眾看不到整個修法的研討 或是開的會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過程當然是需要學者專家他們來研究 只是說等他們凝聚一定的修法建議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院長 未來這個修法建議上網公開 徵求各方意見部長 這一點可不可以做到 這個可以做到 現在的做法就是規劃是這樣做的 就凝聚到一個初步的專章之後 初步的這個條文之後就會上網 那讓大家從各個角度來分析 我希望的不是只是最後的這個修法的版本上網 我想這個是現在各個法案都可以在上網查的 我的意思是說在提出修法建議這個過程當中 是不是可以就公開 比如說之前我們必須專章的時候在修法過程 就把它利用V台灣這個平台 部長您知道V台灣這個平台嗎 知道 對 所以有沒有可能在這次公司法 尤其通盤修正的時候 也是放在V台灣的平台 現在的規劃就是這樣做的 好 這樣好不好 我想我們是不是請經濟部主辦的同仁 跟你再去做一個說明和解釋 看看這個做法裡面有沒有不足的地方 或者說我們覺得透明度或其他參與度 可以更提高的部分 好 那麼我們請他們也要注意一下好不好 所以剛剛部長也說了 目前是會放在V台灣平台 是 好 所以我想這一次院長也提到 修法是接近新加坡的這個做法 我覺得值得鼓勵 所以我想他們值得接近的就是多元 修法過程要與國際接軌 而且要公開透明 廣納各方的意見 所以我想這個是 我希望也期許院長跟部長在這邊 可以承諾在整個修法過程 能夠達到這樣的目標 我們會努力 不過我還是特別強調 因為新加坡那個修法 我了解他花了好長的時間 對 所以我剛剛提到說 我們希望儘快 我想這個時程不要拉那麼長 我們沒有時間在等了 是的 但是這個就會造成 也許就是我們公開的時間 或參與時間 不會像新加坡那麼長 但是我們會盡量要做到 所以您如果覺得我們做得不足的地方 那我希望我們的同仁也能夠隨時知道 好不好 好 所以接下來我想